美妝圈也吹起了公主風 先前電影《冰雪奇緣》全球熱映 台灣本土美妝品牌也推出系列商品 創造銷售佳績 而看好這波公主熱潮 已經有30年歷史的日本美妝品牌 和電影《仙女奇緣》跨界合作 首度改變瓶身造型 推出限量商品 還找來藝人白白代言化身灰姑娘 為品牌站台 並繪畫身灰姑娘為日本美妝品牌 擔任代言人 一身粉蘭禮服亮相 大秀浪漫宮廷屋 特別的聯名款的話 當然會更吸引我 因為灰姑娘嘛 小姑娘們心中都會有一個灰姑娘 希望自己永遠就是長大 變成一個不同的公主這樣子 那我考慮 我希望你會進去 就是因為電影《仙女奇緣》 即將上映日本美妝品牌 三十週年慶第一次突破 以往改變瓶身造型 閃亮玻璃鞋點綴瓶身 以電影主形象改變包裝 推出典長版限量發行 這個包裝很備受好評 我們相信可以帶動 就是老顧客一定會來收藏這個瓶身 那新顧客也可能因為喜歡這個瓶身 而特別去做消費 那所以我們覺得母親節的部分 應該就可以銷售一空 I don't care what they're going to say Let me start rage on 公主峰當然不能忘記 掀起全球熱潮的冰雪奇緣 台灣美妝品牌 推出公主峰系列商品 比起同類商品 銷售成績平均成長1.5到2倍 一名的品牌在過去 都是訴求比較年輕大約是15歲到25歲 那在公主峰 其實台灣的女生喜歡公主的 妹比從6歲到60歲 很廣的族群都有 跨界合作打造公主峰 成為美妝品牌吸引消費者秘訣 再搭上電影熱潮更增添討論話題